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請來國際中心的主播 洪簡婷會加入我們 獨起早安 趙雯早安 今天要聚焦的是 香港自由民主恐怕在限縮 因為香港通過了二十三條的立法草案 聽起來你可能會不明白 不過有些行為影響很大 沒錯 而且這一次 這個二十三條是通過的很快 生效的也很快 馬上就要在這週六 也就是三月二十三號生效了 那其中像是叛亂 叛國這樣的罪嫌 明定是可以判處終身監禁 那對於一般民眾 甚至是媒體影響非常大的 就是煽動意圖 還有非法獲取國家機密 這樣的罪嫌 聽起來真的是非常的模糊 到底是什麼呢 那另外整部法案裡面 還不斷的停到境外干預 還有涉及境外勢力 哇 聽起來有點恐怖 而且風聲鶴唳的 有一些香港人恐怕會覺得 有點不安 目前大部分的香港人 反應又是如何呢 而且國際組織好像有些動作 沒錯 但是說真的 香港人真實的反應 我們是有點難以知道的 因為在目前的處境之下 就算香港人 是非常的不安 害怕 但是其實是沒有辦法公開表明的 那但是是有來自不同國家 有將近八十位的國會議員 之前的官員 還有一些維權人士 都聯合發表譴責聲明了 今天的全球大頭條馬上就要帶大家一起來聚焦香港 對於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是在昨天三月十九號香港立法大會的 在從早上九點就開始二讀 大約到了晚上七點就開始三讀投票 全體議員一致通過 也就是說只用了大約十小時的時間 就完成了二讀跟三讀了 那也立即就引發了許多批評啊 擔憂會不會進一步重創香港的自由跟權力 我們先一起來看國際中心的最新報導 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十九號在立法會宣佈通過 連立法會主席都破例投票 八十九人全體投贊成票的畫面 乍看仿佛中共黨內投票在線 在北京當局壓力下 只用將近五十小時 就完成一百八十一項條文 及其他相關修訂的審議 立法中明定叛亂叛國 煽禍武裝力量叛變 可被判終身監禁 煽動意圖罪更定義廣泛 連引起居民對政府的憎恨 引發不同階層間敵意都算在內 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刊物 或持有煽動文件 還可能被判七年及三年徒刑 境內團體跟外國組織聯繫 可能被判十四年徒刑 但外國企業媒體界一律四起 恐怕還會加深媒體自我審查 侵蝕港人自由 英國外交大臣卡麥隆也表示 這將進一步重創香港自由與權力 來自加拿大德法等國 將近八十位議員 前官員剩餘人士都發聲譴責 要求撤銷國安法 隨著法律二十三號將生效 港人自由再被進一步侵蝕 為什麼這一條法案的立法呢 不只是先前有多次在香港 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 就包括像是二零零三年 香港有五十萬人上街 那其實也一再引發 其他國家的關注和譴責 我們先一起來看 這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到底規定了些什麼 那我們可以看到 法條內容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該要來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以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並且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 或是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 也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來建立聯繫 那其中其實讓人疑問 也非常擔憂的 就是很多這些詞彙啊 它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認為這個 是這是很過敦 Fell 的在該刀結婚 有免衷 samurai 通過一個貫出 委託公文文中 我們認為 也有很多責物 寫和說話 地判判 判判判判判刊 遭遺壞 政治下方言 講說法 隙倫 是非常換取 就像美國國務院所提到的 很多的用詞都很模糊 讓人摸不著頭緒 到底什麼樣的行為 會被認為是踩到紅線呢 而且規範的對象 顯然是不只是對香港人 其中像是所謂的外國政治性組織 外國政治性團體 以及所謂政治行為 指的究竟是怎麼樣的組織跟行為呢 英國的外交大臣卡麥隆就說了 那如果像是聯合國相關的 這些國際組織 或是其他國家 在香港設立的外交單位 所從事的外交 還有政治性工作 算不算在這個禁止的範疇之內呢 那像是國際媒體呢 會不會也是在這個範疇之內 所以這個新法是擴大解釋了 國家安全和外部干預 其實呢都會對在香港生活工作 還有從商的人造成更多的困難 即使這個特性負責或分析 暴行的主要位公司 和民國域任何其中的表現 和法律估局 有了比較多的強述 對香港的強迫 因為權力逐減 香港在香港時的 обще迫 是否有分析 一損結 的雙 underscore 就像智庫學者提到的 如果說勾結所謂的境外勢力的話 刑罰就會更加的嚴重 那根據法案內容 境外勢力就包括外國政府 境外地區或地方當局 在境外的政黨 在境外的其他追求政治目的的組織 還有國際組織等等 所以學者就說了 這些元素就是想要來切斷 香港境內與境外人士的聯繫 而這些聯繫呢 不單單只是一些資源 或是資金的流動 也包括資訊流動 而這就可以讓香港政府 以國家安全為由 阻止香港境內的資訊 傳到海外 那同時當然也就讓海外的資訊 更難傳入香港境內 形成了一道更強的防火牆了 而這道防火牆 其實也不只是對外而已 更是對香港的內部 特別是對媒體而言 23條的立法 更是讓記者承受的實際風險 還有心理壓力更加的龐大了 那其中影響最大的 其實就是煽動意圖罪了 意圖到底要怎麼定義跟判別呢 法案當中所列絕的煽動意圖 其實範圍是非常廣泛的 包括叫做機器對國家機構 或是香港政府的仇恨還有矛盾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從事一個政治的時事評論 就很有可能來觸及煽動 而以往煽動罪最多是判兩年的刑期 現在可以被判到七年 加重了刑罰 再加上執法界限 其實是沒有辦法清楚掌握的 媒體工作者也就很難是有安全感的 繼續工作下去了 那我們看到已經投身新聞工作 將近四十年的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楊建新 他就直接說了 紅線在哪裡永遠都沒有答案 如果今天記者是根據事實做出了批評 但是是說了一些政府不重聽的話 那是不是偶爾說說是可以的 不過如果今天持續說了好幾個月 都是這樣說 會不會就會變成有煽動的意圖呢 其實這個界線在哪裡 自己是完全掌握不到的 這幾年的香港社會 其實早已經瀰漫著一股自我審查的風氣 很多的媒體其實都有意或無意的 都在自我審查了 對於敏感議題的報導或是評論 都顯得小心翼翼 那如果是有海外組織批評香港政府 媒體可能就會等待有政府的回應的時候 才會一併報導 甚至根本就不會報導 這些海外組織的說法 那就連國外的媒體其實也都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現在是空間少了 但是風險多了 也確實影響到整體社會接受資訊 我們過往啊想到香港 其實很多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啊 世界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那這些民生其實都是建立在法治 機關獨立高度自治還有保護自由跟權力的基礎之上 那當初所謂的基本法其實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號 香港主權移交當天所施行的用意本來是要確立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地位 而今在主權移交二十七年之後 港府是在歡慶終於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限制責任 卻恐怕是對香港的社會言論集會 還有媒體自由的持續侵蝕 歡迎回到全球大頭條 我是讀戲 我們將鏡頭轉到西非國家甘比亞 甘比亞的議會在三月十八號 就二零一五年所通過的禁止進行英文簡稱為FGM的女性割離的法令 進行了辯論了 那依照當時的禁令違法進行割離是可以處三年徒刑的 然而現在是有四十七名的國會議員提案了 要來推翻當年的這項禁令 而所謂的女性割離就是將女性的外生殖器切割 就甘比亞而言總共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女性 都曾經做過割離 其中有超過百分之五十 是在十四歲以下就執行的 那根據提案推翻禁令的議員 他們的說法 支持繼續來進行這樣的割離 是出於宗教 而在議場內進行辯論的同時呢 其實議場外也有很多的民眾聚集 有男性也有女性 有反對割離的也有支持割離的 就進行割離的國家所主張 女性的割離是女孩轉變為女人的象徵 那也是為了女性呢 要來保持貞結的一項手續 那有些地方啊 甚至還會有陰部縫合的手術 就是為了避免女人呢 來進行婚前的性行為 那許多的手術器具呢 其實根本就不是正規的器具 他就是用刮鬍刀啊 甚至是玻璃碎片啊 鐵片這些工具來進行 不只是沒有經過消毒 根據當地女性表示 有些甚至是都已經生鏽了 而且呢 就在這樣的割離的手術完成之後 大部分的女性是直接會被丟著 讓她自行痊癒的 那女性生殖器官的切割 其實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就很容易導致嚴重的感染 出血 不運症 甚至呢也有人是因此死亡的 那有些被迫接受割離的女性 就表示了 自己其實是為了接受教育 只好以犧牲自己的身體 作為交換條件 那倡議廢除割離的人 也擔心了 如果這項禁令被推翻 還會有其他的連帶影響 其實在貝州有很多地方的女性啊 權力是非常低落的 不只是很少能夠接受教育 還得面對像剛剛說到的割離 還有同婚 家暴等等的危險 那在甘比亞呢 其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呢 是在十八歲以前就結婚了 但當時啊 甘比亞其實是率先呢 在非洲聯盟各國當中 發起了終結同婚運動的國家 並且是在二零一五年 就正式宣佈了 跟不滿十八歲的女孩結婚呢 是違法的行為 還要嚴懲相關人員 像是刑期部分啊 新郎就會判處到二十年 新娘的父母可以判處到二十一年 知情不報者是十年 連參加婚禮跟婚宴的人啊 其實也都會必須送到監牢當中 然而現在隨著割離的禁令 很有可能會被廢除 甘比亞就很有可能成為第一個 來恢復割離的國家 那會不會也連帶讓禁止同婚的禁令 也出現變數呢 女性割離手術在世界上 有至少二十九個國家都有施行 那大部分是分布在中東 還有非洲地區 截至目前為止 非洲是有至少二十個國家廢除了 以全球來看 其實有一點三億的女性 都進行過割離手術 而且大部分的手術過程呢 都是在安全衛生沒有受到保障 也不是醫療無餘的環境下所進行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換給趙文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